好 看到这张照片怎么会这样子呢 台中市有名大三的女学生 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脸上的眼睛周围出现了点点的紫斑 吓得赶紧就医 而一开始她以为是过敏 结果发现是因为女学生感冒严重咳嗽 造成了血管压迫 微血管破裂才会产生紫斑症 而经过治疗后才改善病情 皮肤白皙漂亮的一张脸蛋 张宏学却差点毁容 一觉醒来发现脸上紫斑点点 简直像历史上的丑女钟吴彦 真的是被自己吓到赶快就医 就是不痛不痒 但是就是很明显的那个红斑 看起来很恐怖 我那时候都还要戴着口罩 虽然其实是遮住下面也没遮住眼睛 可是就会觉得这样好像好多了 原本还以为过敏 甚至有医生怀疑她罹患了血液肿瘤 转诊大医院之后 医生问诊 发现张同学感冒已久严重咳嗽 才诊断她患的是好枯形紫斑症 或者是小孩子的哭泣 或者是其他的呕吐 都会这样子 比较严重的淋巴癌 或者是那个会致命的裂电吻沉电 这个就可能周围 眼睛周围也会这样子 医生指出包括皮肤受凹凸不平的物品压迫 也可能出现好枯形紫斑 像是小baby嘴巴周围这一圈 就是吸损空瓶子口压迫造成 经过一到两个星期的治疗 就可以自然消退 不过因为和血液疾病所造成的 出血般类似 不亦区别 民众如果有类似状况 最好找有经验的专科医生诊治 才能放心安全